我坐樓梯了 没有,走樓梯是全身健康 你一点都不同 一个月多少钱? 三四八要不要? 不止 Oh my god 你不要住,你可以责任 你可以睡麦当劳,你可以不收钱 为什么你这么猜到? 你怎么骗到我? 不知道,不管了 总之,最后这么多看一出 这位香港婆婆应该知道她没有钱 然后就说她年贵就不要住 那你就住麦当劳那些 香港人生活真的很惨 知道自己,连租堂楼都说嫌贵 好心,你快去住樓梯那里 你好,大家好,我是雅 相信大家都知道 自从香港游字夹兴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就是近年有越来越多中国的劣质文化 就开始渗入到香港每一个角落 其中包括 有中国网红为了流量 而特地走到香港豪宅那里拍片骚扰人 例如有中国大妈就在铜锣湾大街那里直播 卖胸围 甚至是特地来到香港那里 用尽所有方法做一些犯法的行为等等等等 真是令到我作为一位香港人 都看到我真是... 这就是游字夹兴的好处了 好地这一个铜锣湾商业中心居 都可以给你交卖胸围 我真是... 臭了 你闻到吗 这话说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留意到 就说这帮中国人来到香港的时候 又有新搞作了 我就在Facebook上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香港那里 就在那里询问一些路人 就问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究竟是怎样呢 住在哪里 甚至乎是做些什么工作 从而就令到更多的人 都可以认识香港人 老实说一句 原先我都觉得这些影片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而已 而且还很有意义 对吧 但是直到我看完这一段影片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原来这帮人 就真的按钩不是饭的 香港人好像很惨 谁说惨 大陆的住大屋 那当然啦 那间住大屋 原来是可以住人的 这些叫堂楼 没电梯了 没电梯了 好 你这个介绍 要不要给你一个屁股 死开啦 那么今天 我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段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一位中国网红 和我们这位香港婆婆 之间的对答是怎样呢 当中又怎样突显到 一位中国网红 是有多么暗疚呢 到最后 我都会就着这件事 简单分享一些 我的个人看法 OK 首先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究竟一位中国网红又怎样做一个的访问 和一位香港婆婆之间的对话又是怎样呢 几万元好好的 你怎么这么贪心的 香港人好像很惨 谁说惨 大陆的住大屋的 那当然啦 那间住屋的比你大 那些人说香港要四十年才买得起楼 起码 一连什么是可以住人的 当然可以 我们小时候住的 要不要租金的 当然要 你猜市值成万元的 一百尺不够 大佬 真的 这个中国网红的语气呢 他的声音真的串过马 干什么呀 真的是访问 感觉好像你想串挂婆多个 像是做访问 而且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发现很多中国大学的人 真的会有这种认识 就连我中国的亲戚都是这样想的 看到那些香港人住的地方很小 所以就觉得 哎呦 他们很可怜 好惨啊 真的疯疯的 香港人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 又有多么惨啊 和你们中国连在一起 就真是惨了 正如一位香港婆婆 都说 猪欄都大了 又代表到什么呢 有例如是 非洲的那些屋都很大的 那些后巴院 可以成个森林 那我想不就代表到什么呢 老实说一句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好还是坏 其实都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着的 包括住屋 收入 工作 教育 社会福利 是呀是呀 香港的住屋环境 的确是给你们中国大陆稀 但是其他因素呢 我随便拿一个因素出来 都可以吊打你们中国大陆 你们均月收入多少啊 三千元 四千元 五千元 那我又可不可以说你很惨啊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你没钱你早说 不要走那么近啊 那你更留帮他就说 香港以往串金尺土 住屋世都已经成为了 我们每一位香港人的生活习惯 和生活方式 那我想问 又怎会觉得惨呢 所以你这位中国网红 之所以认为香港人好像很惨 那样 其实就只不过是 你的懒是认知 然后再用你中国人的那种 悉思维模式 就认为香港人生活好像很惨 很逼 100尺不够 入香港有机会嘛 你大陆没有机会 哈? 哈? 大陆是空气好 屋大了 什么都没有 没有啊 我从香港出生嘛 你离香港 我觉得一点就看你怎么看 你老母吗 你只懂得一下 不能走出来访问 还有就是 你连香港好的地方都不知道 所以就说 为什么香港回归到中国之后 就变成了个屎民就是这个意思了 一群不知所谓 垃圾到不得知了的人 在管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就死掉了 是不是呀 整条七鹿 这样 通行都知道了 那鬼是呀 在这里就简单和你这条七鹿说一下 究竟香港又或者中国大陆又有些什么的机会呢 为什么一位婆婆说香港的机会会比较多些呢 首先讲香港机会那一方面 其实香港以往 是可以提供到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又拥有金融和多项的专业服务 再加上又是自由经济体和低削的环境下 就造就了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和机遇 反观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有些什么的机会和机遇呢 就是拥有庞大的14亿人的市场 那由于市场的需求庞大 那能够为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特别是那些消费品呀 互联网呀 科技呀 一些这样的机会就多了 是不是呀 再加上 中国政府又不断大力支持一些创新一些科技的发展 例如是电动车 提供大量的补贴和税务优惠 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中国大陆都有它发展的机遇 那所以为什么一位香港婆婆会说一番这样的说话 就是她会说香港的机会会多过中国大陆呢 那以我的理解呢 那其实应该就是 如果说以前的香港 那以前香港啊 那我们其实是面向全球的市场 就是差不多成80亿人的市场 那对比你们中国大陆 那这帮人经常吹到说什么 中国14亿人的市场 是啊是啊 14亿人的市场啦 那但是 不是又是只有14亿 有多少企业啊 真是可以做到连接全球 做到香港这样这么国际化 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听完一位香港婆婆说完之后 会哈哈哈哈这样啊 就是因为 你又用你懒例的认知 在认为香港只有750万人 中国有14亿人 所以就认为中国的机会会多过香港啦 但是你又笨想到没想过 香港原来它一直以来 都是面向着全球的市场 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 就只是对着你们14亿人的市场啦 那就是怎样啦 就就是说你笨钱啦 收鸣一鸣 没有料又在学人访问 又不做多些事前的公布 就在问一些香港的婆婆 是呀知呀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老板来吧 那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最好笑的就是 因为中国网红 还要在这段影片里 加了一行字的写出 香港人自大优越感 那对于你们中国人 经常说我们香港人有优越感这一方面呢 我较早之前 都写了一篇文章 去说过这一件事的了 简单来说就是 你帮中国人口中 所说我们香港人的优越感 其实就只不过是用来 合理化 你的那种劣根性 和低质的行为 而这句话 背后的意思其实就只是 你呀 你帮香港人 都是跟我一样喜欢吃屎的 学给人吃饭啦 凭什么说我吃屎有问题啦 那为什么我会说 他说这一番的话 好笑呢 其实就是因为 由一开始这段影片里面 那这位中国网红就说 中国人是住大屋啊 你们香港人住这么小 好像很惨咯 这句话其实就已经反映出 你这位中国网红 不是又是在自带优越的 用中国大学的大屋 来踩低香港人 狗眼看人低是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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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你说就不是优越感来的 各位香港婆婆说就是优越感 这样的 这些叫唐楼是不是 没有电梯的 没有啊 行楼梯是强身健体的 你一点都不同的 很近些年轻 你真的什么都不懂的 人家都知道 买这些楼 可以运动啊 可以运动啊 这样一个月多少钱啊 我拿几百万一家而已 三四百要不要啊 不止 Oh my god 你My god 你不要煮 你可以扎刑的 你可以去这份麦当努的 他可以不收钱啊 一度的剪接是有些少奇怪的 明明一位中国网红 他的问题是问一度多少钱月租 但是去到后来 他好像剪掉了 之后就变成一度一尺是多少钱 就变成一尺 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啊 我拿几百万一家而已 我拿几百万一家而已 这些叫唐楼是不是 几百万一家而已 有电梯的啊 没有啊 行楼梯是强身健体的 你一点都不同的 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啊 三四百要不要啊 不止 Oh my god 你不要住 你就可以扎刑的 你可以去这份麦当努的 他可以不收钱啊 我给你 为什么你这么猜到 你怎么骗到我呢 不知道啊 不管了 总之 最后这么多看得出 这位香港婆婆就应该是 知道她没有钱了 对了 接着就说她嫌贵就不要住了 那你就住麦当努的一点 是不是啊 哎 香港人生活真的很惨 那自己呢 连租堂楼都说嫌贵 那你快去住那里吧 这里有没有打算在大陆退休啊 一定不会啊 啊 我自己有屋住 我怎么会上去 不要搞 香港人应该很小的 不如旧住啦 普通你两个老人家 为什么不够住呢 你贪心呢 任你怎么样 你都是笨管蟑蟑蜂 关于什么事嘛 而且还敢再说多一次吗 中国大陆的屋比较大 这一样东西去说 那刚才那个婆婆都答你了 那朱欄够大了 那又怎样啊 喂你真是 你拆一次都算了 你现在还要走出来再拆多一次 喂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笨啊 而且我也同意一位香港婆婆所说 就是你住到这家屋老年这么大 那又怎样呢 你最后不只是睡一张床 情况就好像我这里那样 是啊我这里是比香港住的地方更加更加之大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我都用不完这么多的地方 甚至乎我都是主要躺在后面那张床那里而已 反而我现在是嫌疑到太大 我想找一个更加小的地方住 日日打扫你会不会累的 所以连我一个年轻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一个老人家 你叫他住这么大拖吗 喂到底你有没有做过家务的 你知不知道有多辛苦啊 哈哈 没有啊 好累啊 哈哈哈哈 你牙什么刷子 成千尺你都是找到半张床 什么叫牙刷啊 就是牙刷刷 什么牙刷刷啊 我知牙刷就是吹锋沙尘白薄啊 有牙刷气自豪嘛 跟着的 意思是什么啊 心高血傲 是比心智读书 对啊 对啊 我真的觉得是啊 你是要啊 努力读书啊 知不知道啊 厨师 什么教都不懂 然后啊 用你那些 high logic 在想每一样的东西啊 用你中国人的各包赤 去看每一件事啊 真是 真是狠狠 不是假扮的啊 哈哈 所以 如果你想继续拍这些影片 不是不行的啊 这些访问其实都 可以好好听 很有意义的 对不对啊 但是你真是 做多些功课啦 妈妈 问她的问题 又低质 而且自己的妈妈 一拆都不知 又不知怎么去应对 婆婆的那些对答 什么呀 美啊 只会在那里 好好好 我们这一个的访问 都可以让你做成 这样的样子 你说你真是 真是 厉害啊 首先第一 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 我很欣赏这位 香港婆婆 真是 很有耐性地 跟这位的白痴 说了这么多话 而且也反映了 香港老一辈的 那种的智慧 对啦 跟我这些香港废话 不同的 说话不多 但是 就已经能够一斤血地 串到一位中国网红 无地自容 大陆的住大屋 那当然啦 那间住大屋 不比你大 又觉得最搞笑的就是 这位中国网红 好像完全不知道 自己被人串着 看回刚才的原片 你都知道 基本上 那位香港婆婆 她每一句话 都是 话中有话 之后来是 一句说话 福有才华 气自豪 其实这句说话 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人 真的有才华 他很自然 就会散发出 自信和 自豪的气质 简单来说 不就是串起 你这个人没料了 有一尾就只需要 拿着 房子有多大 一些表面的事 来打飞机 来拿你所谓的民族 自豪 所以整条片 让我感觉 就像是一位香港婆婆 在这儿 在这儿 最有趣的是 你完全不能拆 还要拆完一次 又一次 最后 还要敢把视频 放上网 你真是好 想你猜就猜错 哇 还给你听 你这样 问得屎 比问你更好 第二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这帮中国人 常常在说 我们香港人 自大优越感 但是得罪 这一句 你们其实有没有想过 最有优越感的人 就是你们这帮中国人 你不信的话 是可以找到 屎子说你自己的 你帮中国人 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就都不断批评 人家的基建破构 不知乎不过落后 甚至乎 说人家的酒店 又小又住室难受 这里是台南安南区 看看落后 所以如果你来到新加坡 你会发现经常需要 套出我们五六年前 就淘汰的现金支付 这日本人 不如我们的 有很多 我住的房子 都是这种话片 那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说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中国人 是打从心底里认为 中国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你们就用你们那种 中国的悲思维 来審视其他国家 就说这边差那边差 那我想问 一点不是优越感是什么 而最好笑的就是 一帮自大优越感的人 居然说我们香港人有优越感 我先不说其他 我就只想问你一条问题 究竟你有没有见过香港人 像你帮人那样 我都狗狗地走到中国大陆那里拍片 然后踩下你们中国 然后还要笑你帮人 收下 没有啊 那你就收皮了 什么香港人有优越感 我敢说一句 香港人由以往看着你们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我们不上发展 再去到后来 而见到你们有一些天灾环和 是华南水灾 还是民村大地震 这些对你们最好的 就是香港人 那现在我们香港人得到什么 你老母 看着你们这帮中国人 来到我们香港这边 拍片 不停踩下香港人 我想问我得罪了你们什么 就是怎样要这样对香港人 你吃东西来吗 为什么要针对我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一群垃圾 不思进取 不学无术 不知所谓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都强调 无论中国有什么天灾环 和使人想生什么都好 我们都绝对不能够同情 以及给任何的帮助 因为你要明白 这群人 如果你帮助他 又或者你捐了钱给他 他们都是不懂得感恩的 反而还会反过 可能要你感恩 又或者是当他有机会的时候 还会是反咬你一口 大陆的住大屋 住什么是可以住人家 这些叫堂楼 是电梯的 香港应该很小 今天就先到这里 在这里又想再强调一点 就是刚才中国网红的那段影片 我觉得那个访问 你要这样做不是什么问题 甚至我也觉得 这些访问 才问一些香港的路人 他的新路历程 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就麻烦你这些人 做一些访问的时候 先放下你的立场 放下你中国人一种的悉思维 来问人 就不要别人说一句 你又说一句 最后又说到中国其实是最好 其他地方都是最差的 那你就死定了 可别人做访问了 你回去吃屎吧 再来 我后人们完全没有 我们下场 外区 很 niż 好 结婚 咱 fry